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 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 约股无数童小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 上一支影片小编我探讨了一家在马股更深低估的银行股 并聊聊他们最近做的 Bonus Issue 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跟大家讲解 Right Issue 这个企业筹款活动 看看除了让股民闻风上胆之外 到底还有哪一些作用 和他们背后到底有哪一些不为人知的动机和秘密呢? 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 说到Right Issue 附加股 相信投资者们听到都会心惊单跳 尤其是一些业绩就本来不是很好的上市公司 一听到Right Issue 第二天股价就马上插水 因为有许多不想购买这个Right Issue 的投资者 都会尽快卖票脱手 那么今天就暂时不说那些比较基本的知识 我们就来为大家讲解一些大众可能比较不了解的 Right Issue 背后动机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Right Issue 就是要股东掏钱 以购买资产或减轻公司的债务就好像细节鬼 但是其实除了真正掏钱 Right Issue 也可以被作为一种大股东以低成本 来增加自己股权的工具哦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就为大家一一讲解 首先一家公司的大股东要增加股权 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因为如果大股东的股权一旦超过指定的%率 就会出发Mandatory Offer 也就是全面收购公开市场所有的股票 但是并不是每个大股东都有这个能力 去全面收购市场的所有股票 所以很多时候大股东都会避免触犯MO 之后呢就算大股东有能力买下所有的股票 那么成本也将会很高 所以Right Issue 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 怎么说呢?我们接下去看 一个Right Issue 的成功与否 很大的取决于这个Right Issue 是否有个 Underwriter 也就是报销商 往往这个报销商都是一些投资银行和股票交易商 但是同时一个Right Issue也可以没有 Underwriter 但是就需要公司的大股东愿意购买最低数量的附加股 也就是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因为只要上市公司达到这个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那么这个Right Issue就能成功的进行 也就是说如果在市场上没有人愿意购买这些Right Issue的话 报销商或者大股东就要把它们买下来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往往大股东通过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来购买附加股的话 一旦此股增加超过了指定的巴选率就会触犯了MO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大股东就需要全面收购公司的所有股票呢? 其实不一定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股东就可以赚一个小小的法律漏洞 也就是大股东可以向SC申请特别的准证 让他们豁免mandatory offer 不需要全面收购所有小股东手上的股票 并让上市公司继续保有上市公司的地位 而不必导致公司被私有化而从股票交易所中出牌 当然这时候大股东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 他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并用Right Issue 认购至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而就算没有underwriter及小股东来支持 也要注入庞大的资金进入上市公司之中 那么之后 SC也会根据不同的案例 来为这个附加股融资计划进行研究 进而批准大股东的申请 那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 大股东怎么用这个Right Issue 来节省增加股权的成本呢? 很简单 那就是靠Right Issue所给的折扣 Discount Rate 因为通常附加股都会比母股便宜 而这就将比在公开市场购买股票来得更低廉 第一,如果大股东在公开市场购买大量股票 这也将推高股票的价钱 因为需求量增加了 第二,如果Fart Right Issue所形成的卖压 也将进而调低股票的市值 所以这也就顺理成章的为大股东省下了费用 那么空说是没有用的 我们就拿一个过去的案例来研究研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Rex Industry 就在去年2020年5月19日 他们拟移发行1对1的附加股 而从这个附加股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是192M普通股 而如果没有任何的小股东愿意买入Rex Industry的附加股的话 大股东的股权将会认购至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这也将会导致大股东的股权从原先的35.3%增加到63.6% 但是这个股权增加的速度又将触犯了上市公司Cripping Threshold的限制 也就是大股东在每6个月之中只能增加2%的股权 而不是28.3%的股权 但是由于通过大股东向SC的申请 豁免全面收购所有小股东手上的股票 而且之后SC也在捉清之下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从而导致大股东可以以10C超低的附加股股价来增加他们的股权 那么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Rex 的大股东里有一位传奇人物 Darmondram Kuna Rednam 兼称DK 我们来看看他过去的历史 他在1997年曾经就加入Safeguard Corporation Berhad 之后也被委任为董事 然后在2007年4月成功的私有化Safeguard Corporation Berhad 之后相隔一年他又加入Kerjuru-Teraan Sanudra-Timo Berhad 然后在2009年升任董事 然后历史重演 这一家公司也在2016年12月27日下市 而且至今他都还是两家公司的董事 那么很多人就会很好奇 为什么要把公司下市或者私有化呢? 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 他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资产变卖活动 Asset Stripping 也就是把公司可能以前一直以来没有估价的资产高价卖掉 进而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并且不需要受到更大的干扰与限制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 Rex Industry 这一家公司过去这几年的年报 发现DK在2016年的直接持股率是5.71% 然后来到2017年又提高到了11.45% 然后在2020年的持股率更提高到了12.68% 此外他的非直接持股%率 也就是通过他旗下的Diamond Daiban Sanudra Berhad 只是在2016年持股20.64% 2017年的持股率是23.26% 并维持到Rex Issue之前 那么到底历史有没有重演呢? 所有的小股东会不会全面的认购这一间亏损累累的上市公司附加股呢? 那么揭晓答案之前请容许小片我打个小广告 那就是对这一类Rex Issue 和 Bonus Issue 知识有兴趣的朋友们 这里有个好消息 因为扭转全坑将在7月17日举办天机第二集 这一次的内容我们将会谈到 附加股Rex Issue 背后的动机 和红股Bonus Issue 背后的引擎 并且告诉大家附加股一定要知道的三大重点 此外对于之前参加过我们天机第一集的朋友们 也将会得到优惠价哦 感兴趣的朋友们请到Telegram私信小片报名 回到来 那么答案是往往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Rex Industry 的附加股计划获得了热烈的支持 一共有97.79%的股东响应了这一次的附加股认购 这也导致大股东并没有办法认购多余的附加股 也就是说大股东想利用附加股来增加他的股权的美梦 泡汤了 因此截至Rex Issue 之后 也就是2020年12月17日 DK 也只维持了现有的股权即是12.68% 而Diamond Taipan Sengdian Berhad 也只增加了1.3%的股权至24.57% 那其实通过Rex Issue 来增加或者减少一个股东的股权的案例 在马股其实千变万化层出不穷 所以小编非常鼓励大家踊跃参与这一次的天梯2.0 相信大家肯定会受益无穷 成为一个更精明的投资者 那么你们喜欢这一类型的企业活动的分享影片吗? 如果喜欢的话请在留言区打上喜欢 以后小编我就会分享更多类似的影片哦 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 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善思而后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 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